Will you take part in my life, my love, that is my dream I just got a dream Hey guys, welcome or welcome back 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 get ready with me Let's get started Okay, well, I'm already done with the product I'm doing this Eat Cosmetics Love is a foundation brush So if you want to know about this brush Watch out for that I don't want to know about this brush So if you want to know about this brush The video is coming So today I just want to just get ready with you And chat, chat, chat That's the way Last week BH's抽獎 has been finished And I've been sent to you So thank you for entering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nd join us for the next抽獎 This抽獎 is What and Wild This one So if you haven't entered If you haven't entered You can put it in the description I want to get ready with you This抽獎 You can put it in the description It is still coming I think it will be I think it will take it in 1月28 It will be With you With you If you're interested So if you're interested in You can put it in the description This抽獎 And then yeah 那我們就開始 get ready 應該是先畫 底妝已經畫完了 所以應該會畫一下眼妝 我最近的嘴唇 真的是已經乾到一個 炸開的狀態 ok 那我們今天先畫眼妝好了 眼妝的話 我今天還是想要持續來用這個 復古唱片 再來畫一個不一樣的 這個刷子 然後用這個brow bone color 過一下 眼皮 再來我想要進去這個顏色 叫做transition 也是用同一個刷子 然後把它打在就是我的眼妝 再來我應該直接進去 用手進去這個顏色 但是在進去這個顏色之前 我應該會噴一點定妝噴霧 因為上次影片大家應該有看到 就是如果我不用 噴一點定妝噴霧的話 它那個顯色度其實不是太高 那129一盤129 我就不會要求太多 所以啊 我直接進去這個顏色 然後放滿我的眼皮 ok 再來我要用手 然後這個顏色拍在我的眼尾 對這個顏色如果不打濕的話 它這個顯色度還蠻 慘淡的 然後我要壓到我的眼尾 其實感覺很像一個黑色 如果你不把它打濕的話 就會把它打濕來用 那我先拿一個這個刷子 然後把這個顏色先加深 拿這個刷子 然後進去這個深藍色 然後把它加深 然後它可能會去這個大刷子 然後把它暈開 回去這個橘色 然後把它把它蘸開 把它顏色暈開一點 用手 用手來打濕 把手沾濕進去這個顏色 我們把它壓到我的眼尾 著色力強很多 你看這個顏色你還是打濕 比較好看我覺得 個人覺得好 不然就是黑黑的 黑黑的感覺沒有什麼顏色 payoff 然後回去去用刷子 然後把它加深 還是想要把這個顏色跟這個兩個顏色 可以混在一起 一點點 把這個深 先深綠色把它帶上來一點 然後我會用這個刷子進去沾這個 這個淡橘色 再繼續暈染它 我現在會把這個顏色 往外挑一點點 那樣子 用壓的 然後再往外拉 這樣 然後把剩下的余粉帶到前面 拉一點點 因為我不想要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 這個眼妝感覺是分開的 感覺有點貴貴的 所以先把這個顏色拉到前面來 一點點 那樣子 那我現在進去換到一個這個小一點的刷子 然後繼續把這個顏色堆疊上去 就是在眼尾的部分 那樣子 然後往外這樣挑挑挑 挑挑 往上挑 那樣子 這個眼影就是如果你 願意花點時間的話 還是可以 那如果你趕時間 你要花妝妝的話 你可能就 我再想一下 這個顏色很OK啦 全部的顏色都很OK 就是這個顏色 可能要花時間 堆疊的比較久 那 但是如果你 時間很多 想要練習啊 什麼的 我覺得都挺好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 暴雨 就是你真的就要花時間 把他顏色堆起來 他覺得差不多的時候 可能會再回去 這個顏色 加多一點在我的眼 皮中間的部分 那樣子 然後把這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在這個 中間界線的 讓他兩個顏色 可以生個孩子 看起來不要這麼harsh 點進去 這個淡橘色 然後 就把顏色刷開一點點 點進去 開 那我就畫完眉毛 然後 等一下回來 OK 我回來了 現在我們可以 一起來畫個 下眼瞼的部分 下眼瞼的部分 我可能會先 就先暈染一下 這個真的是還是 就是用小小的這種packing 小小的這種 壓扁頭刷 然後把顏色拍上去 會比較顯色 這個刷子 然後 進去這個 淘色 淘色 眼頭的部分 我還是會回去 這個顏色 然後 把這個小的 細節刷沾濕 在眼頭的前半部 OK 那在結束我這個眼妝 就是上甲睫毛 跟睫毛膏之前 我想要來 試用一下 這是分妝的 Charlotte Halbury Halloween Flawless Filter 把照片放在這 就是這個商品 分妝的 然後這個顏色 應該是2號 最近也是看到 好多美妝大神狂推 這個商品 所以我想要把它 上在我的皮膚上面 看看它到底是 可以有多屌 我的眉骨下方 喔 這個商品 好像就是可以 上在 因為通常 液態的東西 都不會 放在粉上面 今天想要來看看 這個 它放在粉上面 會是 什麼樣的妝感 喔 哇 其實上臉的感覺還挺好的 蠻glowy的 哇 這個產品 很酷 喔 喔 哇 大家可以看到 左邊 跟 右邊的 哇 那個glowy的程度 拉近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沒有什麼卡粉的現象 這邊其實也還可以 沒有沒有上 但是上的感覺更 更duty 再多上一點 它這個高光是 裡面是完全沒有亮片的 就是感覺就是 就是 天生的自然公感 但是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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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我喜歡 它 很酷 很酷 它 它是真實 哇 它是真實 很酷 我喜歡 它 這就是 再來我想要用 腮紅 腮紅的話 還是持續有在使用 這個分妝的 這個是 NARS的 眩色腮紅 挺好的 然後 再來我們來一起修個容 就差不多 今天修容 今天修容會用的是 這個 Budder Bronzer 然後 應該沒有說 要到很 Harsh的 contour 應該就是 給我臉一點 顏色 你看這個glow 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很 不會卡粉 還蠻妙的 這 真的 很趣 差不多的話 我想要 來 上一點 高光 我那天 我買了兩個 Wed&Wild的 這個 Mega Glow Highlighting Palette 有一個 想要送給大家 應該在我的 Instagram上面 會有一個抽獎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一起試用 好 那不要忘記follow my Instagram 這個抽獎 這個抽獎 是 coming soon 這個 這個顏色 oh so pretty 我想要用點這個顏色 放在我眼皮中間的部分 讓它更閃一點 所以我可能會進去這個 golden flower crown 這個 golden flower crown 好 壓在我眼皮中 拿一個扁頭刷這樣子 然後 這樣怎麼樣 WOW 大家看得出來嗎 左邊 跟右邊的感覺 有吧 比較亮一點 我的眼頭 也要來一點兒 再來我的鼻子的部分 我想要用這個 這個叫做blossom glow 然後我的嘴唇的上方 也來一點 再來就是我的下巴的部分 再來我會就是刷睫毛膏跟帶上假睫毛 我等一下會來 在上定妝噴霧之前我想要先上個嘴唇 那嘴唇我剛剛 呃 因為我今天 破皮其實破得很嚴重 最近真的是 嘴巴 乾裂乾得很嚴重 然後我已經上了一點點這個 在 呃 影片開始前 我已經上了一點 Bourgera的 呃 Rouge Edition Velvet Liquid Lipstick 這個色號是31號 那我已經上了一點這個 然後 現在想要用Kylie的這個 Birthday Suit 然後 再上一層 唇蜜 看起來比較豐滿的 look 啊 最近嘴巴真的是 乾到一個 真的是狂上 護唇油 然後都沒有什麼 太明顯的改善 不知道是喝水太少 喝太少 還是什麼情況 你想要用Pat McGrath的 這個顏色叫做 Gold Allure Lost Lip Glass 好久沒有用這個 因為我每次都很怕 把它弄髒 你看它這個都會髒髒的 我會把它擦乾淨再放回去 就是對這種唇蜜啊 比較貴一點的唇蜜 我就會有點 Pet peeve 就是不喜歡它髒髒的那種 如果你跟我也一樣的話 不喜歡那個Dough Food Applicator 就是 變髒 樓下留言給我 再來我差不多就噴個定妝噴霧 那就是今天完成的妝 最近發現了一個很厲害的定妝噴霧 是 Too Cool For School的 Perfect Day Makeup Mixer Watch 它這個噴霧就是比 Morphe的還要跟著洗 所以 Obsess Obsess Love it So 大家喜歡今天的Garrity With Me 今天跟大家試用一些 新的商品 感覺蠻酷的 尤其是這個 Hollywood Flawless Filter 這真的有讓我驚艷到 你們看它的廣泽度有點 BAM 有點驚人 Yeah 還蠻喜歡的 然後還有這個 What and Wild的 Megagol Highlighter 所以應該會再錄一個影片 跟大家分開試色 也一樣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在樓下幫我按讚 順便按個訂閱我 不要忘記把那顆鐘敲開 And follow me on Instagram I love you guys I'll talk to you later Bye